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 你要是想咱和阳混 那得问问咱们尹语楼答不答应 如此说来 血剑符合都会按大部分特征 那那个蓝紫色伤口又怎么解释啊 尚未可知 但我们知道的是 雇佣的右手已废 而凶手用的正是右手 所以 雇佣的嫌疑算是排除了 我不太明白 这雇佣本可以不用全盘拖出的 难道不是卖你卓少主一个面子啊 你觉得他像是在乎我面子的人吗 还有一种可能 雇佣看似坦白 其实是为了转移注意 掩盖真正的真相 还记得我们走的时候 雇佣的夫人嚷着说 雇佣是凶手 或许 她夫人知道些什么 此人疯疯癫癫的 恐怕很难问出些什么 大人 小姐 饭已经好了 走吧 正好 我也饿了 那我不是还得给你问壶热酒 你们先去 我换身衣服 随后就到 吃个饭还换衣服 翘起 公子 真没想到啊 这上官小姐跟银语楼少主 打得竟如此火热 你觉得卓澜江对上官之日 是出于真心 应该是吧 不然她堂堂一个少主 整日出入我们县阳 又尽心尽力地帮咱们查案 否则只是为了 沾花惹草 那她付出的呢 非免也太多了些吧 这卓澜江看似梦浪 但是号令银语楼这么多年 绝不是 刑事亲帅之辈 但她刚见面两次 就来上门送礼 这其中定有什么蹊跷 什么蹊跷 我要是能想到 那还叫蹊跷吗 公子 你怎么对上官小姐的事 这么上心啊 难不成你真如铃儿所说那样 说什么 跟卓少主一样 也喜欢上官小姐 胡说什么呢 我是县历 她是县压里的人 凡是县压的人 我都该关心 也是啊 反正不管怎么说 上官小姐跟卓少主 走得很近 要是上官小姐答应她 做了帮派夫人 那上官公子啊 肯定接受不了 帮派夫人 嗯 我们夫妻俩 不过是干一点 刀头舔血的小买卖 潘大人何必计较呢 有道是 强龙不压地头蛇 你要是想咱和洋混 那得问问咱们银语楼答不答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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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